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各位好 在这样一个夜色渐浓的秋天的夜晚 我有与你相遇在十点读书里了 我是林静 今天呢 在十点读书当中 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题目是 尘埃落定 人最聪明的活法 坚持做一个傻子 作者是一幕 下面呢 我们就一同来分享 那是一个下雪的早晨 我躺在床上 听见一群野画眉 在床外声声叫唤 这是矛盾文学奖作品 尘埃落定的开篇画面 从这个画面开始 一位高高在上的吐司 一个恐无有力的 继位着大少爷 一个众人皆知的傻子二少爷 便开始在那雪域高原上 迎接着时代变迁的冲击 听见此书 41岁的藏族作家阿莱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 最年轻的毛奖获得者 棘手未获得毛奖的藏族作家 可在尘埃落定大功告成之前 阿莱经历了长达四年的 漫长等待 在那些晦涩难懂的日子里 他告诫自己 每本书都有不同的命运 和人一样 就让他自己在世界上闯荡吧 被记住或者被遗忘 都是正常的现象 这句话也是书中那位傻子二少爷 处世哲学的最好写照 当遭遇前途莫测时 大致若愚的静观世事变迁 执拥地坚守住内心的渴望 终能等到柳暗花明 尘埃落定那一刻 留三分傻气是一种智慧 在麦奇吐司的侠地上 没人不知道吐司和第二任 汉族太太所生的二少爷 是个傻子 二少爷的傻在小的时候 便张显待见 只要伺候他的人来迟半步 他便会大声叫嚷 而当作为吐司的父亲 难得温柔地与他交流时 他却是小嘴一脸 一汪 咸水 便掉了下来 渐渐地 除了生母 所有人都接受了 二少爷是个傻子这一事事 这一天 吐司太太和傻子出门 去迎接上省城 告证归来的吐司 马队途经辖地的山寨 归顺麦奇价的村民们 纵马 汇入迎接的队伍 马队渐渐壮大 但众人指示 我移在主人身后 并无半点 僭越 眼见此景 傻子暗想 当一个吐司 一块小小土地上的王者 是多好啊 若不是我只是 父亲酒后的产物 这一刻 正会起是负的念头 其实傻子并不傻 他明白 吐司无上的权利 总能让人心生意想 只因自己傻 父亲才能放下戒备的心 自己才能自在快活 是的 人活一世 难免遭遇误解于偏见 争一时之气 往往损失惨重 而适当装傻 才能心无旁骛地 做好自己 在现实的家缝下 小小年级的二少爷 倒是很懂 韬光养晦这一套 欢迎宴上 梅宴绝伦的头人妻子 让麦奇吐司动了邪念 她涉及害死了头人 并将女人带回家 做了三太太 吐司太太恨极了 这个新来的三太太 向玄机杀了她 周围的人 个个静若寒蝉 看透却不敢说透 唯有傻子 云淡风轻地对母亲说 她男人是父亲 叫人打死的 不怪她 莫言曾在很多场合 吐槽自己很傻 我不够圆滑 不够成熟 也不够老练 其实莫言口中的傻 也非不安事事的愚钝 而是洞悉人心后的淡定 看透世间百态后的悲悯 傻子亦然 傻子的话 让母亲又气又急 哭着骂道 你这个不争气的傻瓜呀 听见吐司太太的哭声 大少爷跨进房门 问这是怎么了 弟弟又惹太太不开心了 母亲回道 你弟弟又犯傻了 我骂他几句 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大少爷说 看看他那样子吧 以后我们不在了 你可要好好待他 大少爷点点头 爽快地答应了 大少爷的爽快 源于他笃定自己 必是下一任吐司 弟弟无力改变这结局 所以无需忌惮 更因为在未来吐司眼里 弟弟就是个傻子 他的一生只会是 舒服就笑 难受就叫般地自一而活 不可能再为地位和财富 去淡尽截律 有了傻子 不会争这般深思 大少爷与弟弟 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 而傻子也得以安全成长 是啊 很多时候 巧诈不如捉成 越是厉害的人 越懂得放低自己 留三分傻气 不与旁人争高下 本是一种智慧 拆着明白 争糊涂 是一种境界 靠着省城的援助 麦奇家打赢了 与汪波吐司的战斗 战利品是一座土肥 谁美的山寨 省城特派员 向麦奇吐司建议 用新寨子的土地 大量种植粪素 并承诺 收成后 将用现银收购 麦奇吐司答应了 仲春时节 英素的丰收 让麦奇吐司大赚一笔 他一跃成为 这片土地上 最富裕的人 一夜暴富 总是让人炎热 其他吐司闻讯而来 他们唯一的目的 便是得到 那使人暴富的神奇种子 给或不给 麦奇家的三个聪明人 一致赞同 独占种子 我有傻子质疑 种子不是银子 那东西长在野地里 风也会把他们吹走 这只是时间问题 可没有人在意 傻子的傻话 毕竟种植粪素 带来的暴力 令人震撼 这世间本如此 聪明人欲望太盛 往往会忽略 事物的本真 当乱花 鉴于迷人眼时 唯有守住一颗素心 才能选对方向 怀揣一颗素心 笑看云卷云书 坐停风来风走 却是一种境界 终究傻子的话 还是一语成衬 短短几年间 英素花就开遍了 所有土地管辖的领地 又一年春来 种英素还是粮食 成了让麦奇土司 举其不定的问题 一番斟酌 他否决了大少爷 多种英素的主张 采纳了傻子的建议 将麦奇家的土地 全部种上粮食 这一次 傻子又对了 大面积种植英素 时的鸦片价格大跌 其他土司因此遭受重创 粮食颗粒无收 积民恶福遍野 而只种粮食的麦奇家 粮草满满当当 面心服服帖帖 粮食成了新一轮的博弈工具 抱着空手套白狼的心态 来麦奇家借粮的土司 踏破了他家的门槛 除了荣共吐司满菜而归外 其他土司全部鲨鱼而归 原来傻子痴狂于 荣共吐司家的漂亮女儿塔纳 为了迎娶塔纳 她无偿送给她足够多的粮食 然而拿到粮食的荣共吐司 嫌弃未来女婿是个傻子 想赖掉婚事 可惜她的算盘落了空 粮队半路被拉雪 巴蜀司打劫 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去求傻子 面对灰头土脸回到麦奇山寨的母女俩 傻子并未责怪他们的出尔反尔 只反反复复说一句话 我只要塔纳 最后荣共吐司让步 塔纳嫁给了傻子 荣共吐司再次拿到了粮食 所谓高人 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而人这一生 精明只能算眼圈 糊涂可以看久远 不想凡事都赢 才是真聪明 傻子在重大事件上的亮眼表现 让麦奇吐司决定 重新考量未来吐司的人选 为此他安排两兄弟 各自带兵去边界 严守那里的粮仓 坐等啃出十倍价格 购买粮食的客户 一心想赢的大少爷 带着人马去南方边界 他以粮仓为宝 狠揍了来偷粮食的汪波吐司 随后凭借手中威力强大的武器 向对手的领地推进 希望能够开疆扩土 但残暴的名声 急功俊力的行事风格 让大少爷说得很惨 两时也被汪波吐司 抢走大半 麦奇吐司拒绝了大少爷 再次出兵的请求 只是告诉他 你脑子被欲望烧坏了 你要明白 越想得到的东西 冲动之下越亦失去 是的 被欲望牵制 便会急功俊力 而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也是急功俊力 也是惨淡收场 可惜这个道理 大少爷不懂 而傻子行事 与大少爷相悖 看似蠢人做蠢事 其实是傻人有傻福 他来到北方边界 拆掉粮仓坚实的围墙 开仓放粮 让北地居民臣服于他 之后更是在粮仓周围 开辟贸易市场 设立银行 饭店 建成一个自由经贸区域 有句话说得好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曾经的对手北方吐司 与傻子握手言和 麦奇家的世仇汪波吐司 也远道而来 众人兵士前选 在这里做起了真正的生意 看来征服人心的 从不是武力 而是格局 傻子的几次成功 让大少爷心中充满记恨 他开始忌惮这个弟弟了 为了避免兄弟续强 同事操歌 老吐司果断将吐司之位 传给大少爷 很多人为傻子布置 只有傻子泰然处之 因为太懂父亲的苦心 也发现麦奇家的仇人 一悄然潜入关寨 危机正慢慢袭来 最后仇人放过了 年迈多病的老吐司 放过了无计成全的傻子 却把匕首插入了 新吐司的身体 为了当吐司 大少爷拼尽全力 可黄袍加身之时 也是一命呜呼之计 而傻子从未显示出 对王位的觊觎之心 更无意一成一尺的德施 反而夺过灾难 成了唯一的继承人 其实世间是基如此 太在意德施 最终将适得其反 因为许多坏结果的产生 且因太在意德施 却忽略了越赢则亏 谁满则意的道理 最终失去了分寸 令目标越来越远 阿莱在书中说 不想凡事都赢的是聪明人 看来傻子 身安辞到 有人说尘埃落定 打破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 看似纯笨的人 也许大致若愚 看似聪明的人 却反备聪明物 正应了那句 天下之智拙 能胜天下之智巧 人生正是如此 心若简单 好运自然会来 人活一世 我们选择不了生死 但能做的就是 简单去爱 用力去活 用心去追逐生命中 最为温暖 诚挚的东西 正如田维在 花田拜母中说 生命中 我们都接到 不同的剧本 有的平淡 有的浓烈 有的是笑 有的是泪 不管怎样 我们总要演好 直至落幕 或许 这就是 尘埃落定中的傻子 带给我们 关于生活 最忠续的道理 共勉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更多美文 请你继续关注 《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祝各位 每晚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